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祈求转是什么呢 自己已经得到的转教他人 请转 祈求把法转到别人 法轮是比喻佛陀的教法 转法轮是指宣传宣说佛法广度众生 为什么以轮来比喻呢 因为轮有三种意义 第一 运载意 佛法好像车一样 能运载众生从生死的起岸 度过烦恼的中流 直登涅槃的彼岸 就是说这个是paramitta 六度波罗密 paramitta para就是彼岸 彼岸是已经觉悟的彼岸 此岸是迷的 从此岸到了彼岸 度过烦恼的中流 所以用车轮来比喻 运载 从此岸到彼岸 到彼岸大概就是已经达到了涅槃的境界 已经不需要流转生死 最低限度也就是 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到彼岸 如果是你要到此岸 到彼岸 你需要六度波罗密 zadparamitta 就是一点一点的修行 布施其界忍如精进禅定般若等等 如是食波罗密 利波罗密 怨波罗密 治波罗密 方便波罗密 第二是摧展意 摧展掌握 佛法的智慧能够吹破众生无名烦恼 好像转轮圣皇的轮堡降伏众魔 令修学佛法的人超凡入圣 成就无上正常证据 这个轮子吹破的魔烦恼 吹破烦恼 斩破烦恼 轮也有圆满的意思 轮子是圆的 车轮是圆的 比喻佛所说的教法圆满无碍 圆满无确 能令人到达了就近涅槃圆满的觉悟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请转法轮 就是请祈求将佛法乃至其他的善法转到别人 令到别人开悟 令到别人好像给他一个车一样的 从此岸到彼岸也把他斩破了他的无名烦恼 得到了圆满无上正等正觉的意识 最初转法轮的时候就是大梵天王 释迦牟尼佛修了苦行 到了最后他成佛了 经过很困难的苦行 难行 释迦牟尼佛苦行 有人说是六年的苦行 也有人说是八年的苦行 大概都是六到八年之间 但是释迦牟尼佛修的苦行 不但是这一生的苦行 生生世世以前生已经修了无量的能行能忍能忍 修了无量的那么多法门 经过很多困难 完了才到enlightenment 就是觉悟 本来觉悟了以后 成佛了觉悟以后 可以超脱生世六道轮回 自己已经觉悟了 从烦恼的血岸到裂盆的彼岸 不要再接受生老病死 生死的苦恼 那个时候本来他可以 释迦牟尼佛 可以进入无余裂盆 Baran nirvana 就是自身发出一种火光 把自己的身体一烧 这个身体不要了 这个是臭皮狼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身体呢 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很宝贵 当然很宝贵 因为我们修行就靠这个身体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要执着自己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业障的身体 因为我们有欲念三界无安 由于火灾 众苦充满 我们以前在身口衣里面做了很多业力 所以我们要流转轮回 到了善恶道 做了不好的事 到了善恶道 做好善 善事 到了善善道 善道 不断的流转生死 但这个身体没有了 进入力盆了 那么本来是释迦牟尼佛就想进入无鱼裂盘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样想呢 因为佛法身为高深难懂 不容易懂的 非常难懂的 非凡夫所能理解 凡夫很难理解 就算平时我们弘扬佛法 我们就是尽量的用简单的言语 而且我们所认知的 也是那么高深的佛理 只是认知到佛理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部把佛理都通了 我想这个非常困难 没有菩萨是可以全部通佛理 我们了解一点点 已经那么困难了 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功夫才了解一点点 为始 天台 念佛法门 密宗 律宗等等 十大宗派我们要学的 法门无量 很难懂的 就是缘起这个法已经难懂了 释迦牟尼佛说 缘起之法甚深难懂 我们补通的就是补通的一理而已 那也缘起 夜感缘起等等 都是补通的一种理论 但是这个补通的理论 已经可以给我们去思维了解佛法 但这佛法确实是非凡夫所能理解 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有一种恐怕众生怀疑佛法 因为他不懂 身不可车 就毁谤佛法了 怀疑 不明白 不相信 就开始可能有毁谤之嫌了 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打算入列盘 离开这个世界 不住在这个世界 后来大凡天王 等圣众从天下凡到 顶礼佛陀 恳请佛陀留在世上 请佛注释 请准法轮 广度一切苦难众生 所以佛陀再注释十十九年弘扬佛法 就是这个开始 请准法轮 就是大凡天王开始的 而这个故事也是有它的根据 有它的因果关系的根据 释迦牟尼佛说 在经典里面说几句话 他说 如果实行菩萨道时 串请诸佛转大法轮 以前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时候 他是菩萨从初发心 识诸 识行 识回乡 识地 一步一步的发心的时候 到了菩萨道的时候 他常常请佛 请菩萨讲佛经转法轮 常常是请的 有这个功德 所以到他成佛的时候 大凡天王 帝西等等 都请他 请转法轮 有因有果 所以你做善的因 有善的果 而且很微妙的 你劝人讲佛法 你得到佛法的益处就很大了 不但是你有功德 令到一些众生都可以听佛法 可能对你自己的修行 也有必然的一个帮助 这个是最初的法门 那么为什么要转这个法呢 因为法 我们说 法是达玛 通常是达玛 是普通的一切一切的事情 也有说达玛 是佛法 那么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讨论讨论 什么是法呢 法 达玛 法是泛指一切事物 从广大如宇宙到四小于未成 乃至一切的言语 思想 观念 见解 理解都称为法 就是我们的想象没有一样不是法 我们以前讲为始的时候 在《余确西地论》 弥勒菩萨把一切法归为六百六十法 那话天清菩萨说六百六十法 我们凡夫 我们的智慧不够 他为了方便凡夫了解 明白的六百六十法 就把六百六十法再简化为一百法 所以一百法已经包括了一切事 一切物等等 这个就是法 法有两重的意义 一是认识寂信 第二是鬼生物解 怎么认识寂信 每一法 每一事 每一人 每一众生 都有他的寂信 有他的寂信 有很多人说 以前不是说没有寂信吗 一切法没有寂信吗 为什么说有法有他的寂信 这个寂信跟那个寂信不同 这个寂信就是随缘而生的寂信 他也有寂信 比如说火有他的暖性 燃烧性 这个就是火的寂信 火有这个性能的吗 水有他的实性 风有他的流动性 地有他的坚硬性 每一个世大都有寂信 人有他的性格 他的本性 动物也有他的本性 每一种动物他有个别不同的寂信 这个寂信不是我们说一切法没有寂信的寂信 是空的 不是另外一个讲法 那个就是信 他有他的personality 他本来生出来就有这一种寂信 这个是认识寂信 他有一种寂信 他不会混杂的 不会混乱的 就是风不会说是 风就是水 水就是风不是 这有他的寂信 每一样东西有他的寂信 computer有computer的寂信 他的寂信只可以communication programming chips memory 他有他的寂信 铜、铁也有他的寂信 mineral有mineral的寂信 花有花的寂信 这个是认识寂信 鬼神误解是怎么样 法有一定的标准 规则、道理、名称 与表现方法 他的表现的方法 能令到我们对这个事物生起认识、了解 比如说你说花的时候有这个名字 你一说花我就想到花的美丽、花的颜色、花的香 因为鬼神误解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标准 它有它的名字、它有它的道理、它有它的生长的过程 你说的活大家都知道这个活有它的名称 一定有名字、一定有道理、一定有它的性能 我们就可以讲出来 所以每一个法都是有两种特性 规格、它的道理、它的名称都有一点不同的 有很多人说 那个就是法 一切贩子 总称一切法就是法 佛法有没有寂信 佛法是什么法呢 佛法的信是什么信 我们知道某某某人有他的性格 活有活的信、谁有谁的信 那么佛法的信呢 佛法有没有信的 佛法也是法 一切法都有其法性 佛有法性吗 我们看《大基督论》里面 《传三十七》怎么讲 法性者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是什么 诸法实相 在不同的经论里面 讲法的性都用不同的名字 《经康经》讲真如心经 诸法空相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诸法空中 无事无受小行使 他的实相就是他的空相 那么法的信呢 法的信很难了解、很难知道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在经论里面也有很多名称 有很多名词都讲到法性 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就叫法性 诸法实相在讲的明确是怎么样 除心中无名诸解始 以清净时观的诸法本性 名为法性 我们众生要无名 如果是我们经过修行 把这个无名去掉了 观到法性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佛法的法性 性的意思是真实 如如不动的 因为众生邪观故腹 什么意思 众生因为执着的外境 用邪去观 不是用正去观 所以他就受绑了 受复复 触绑着他了 他无名把烦恼绑住了 正观故解 如果是他用佛法正观去观他 好像把这个绳子都切脱出来了 实相于无名何故 便意之不清净 如果是你不清净里面有烦恼 你无名盖住你的真如 无名里面把你的清净盖住了 那个时候真心就变回无名 无名就是生灭法了 就是心的生灭门 本来是心的真如门 变成心的生灭门 所以他的本性 法性清净 佛有发性吗 佛的发性如如不动 本来清净 希采摩尼佛成道的是他怎么讲 希采摩尼佛讲 其在其在佛与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性 皆然妄想执着而不正的 如果是脱离的妄想执着 他就正到他的法性 正到他的本性 所以法性无量无边 最为微妙 更为有法生育法性 如果是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它 就是法性是清净 法性清净 诸法实相清净 超生灭法 如果是我们学习为始 把为始转成政治的时候 由政治迈向法的本性的清净 所以佛就是这个法性 就是清净的法性 众生就是无明的性 我们众生有无明 我们众生无明烦恼 无明烦恼的性 所以我们说佛有法性吗 当然有了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都有他成佛的性能 当他成佛的时候 他就有所有的涅槃的功德 常乐我净 适得都有了 以前也曾经解释过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解释下去 一切法都有其本性 鬼生误解是什么意思 鬼生误解的意思是一切法有一定的标准 一定的规则 一定的道理 一定的名字 名称 以表现的方法 能够令我们对事物升起什么 升起认知了解佛法的鬼生误解 佛法的鬼生误解 就在我们经历论三藏里面 三藏十二部 总括分为皆定会善文漏学 有千千万万的文字记录 他的鬼生误解多得很 法门无量 试验学 无量那么多 佛学他的鬼生误解 是人类文明史上 一个巨大的思想传库 他蕴藏的智慧和学习价值 博大精深 如果你相信佛教 你单是凭宗教的信仰绝度去看 去修行不够 你单凭拜佛 诵经 上乡 忏法 静坐 皈夷等等 就是佛教的一部分 你必须要知道佛法的哲理 你才是全面 那个意思就是佛法的鬼生误解 有事理这方面的 事项 理解这方面 事项没有离开过理解 理解也没有离开过事项 就是拜佛 诵经 上乡 忏法 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不过它是四项 你必须要进入它的理性 它的法性里面的了解 如果是两样都有 那你就很容易走入真正佛教的大堂里面 再了解佛法 那么比较容易 所以佛法不单是上乡 义工 拜佛 忏悔 还要了解它的真理 要知道它的真理在哪里 但是这样 你也不可以说不需要事项 我们不需要拜佛 不需要诵经 不需要诵诵 我们单单的从哲理去看就行了 也不行 因为理是从事表现的 你没有事 你可能不了解理的存在 我们一般凡夫 不是大菩萨 大菩萨他从理仪就可以 他从他的自卫水准那么高 他可以进入理解 所以他们容易开悟 我们凡夫经过生生世世那么多业障 我们的自卫水准不够 我们必须要从事这一方面 领导我们渐渐的进去理解这一方面 所以拜佛 上香 拜参 静坐 仪轨 也必须要的 如果我们打一个比喻 好像了得双异 你缺少了一个也飞不上去 也好像是我们修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止跟观 不可以有止没有观 有观没有止也不行 止观 双运才可以达到 尘的一个高的境界 佛法是佛陀所觉悟的真理 佛教是佛陀对众生的教导 佛学是佛法所开示的一切道理 这个就是情 转法轮里面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情 什么是转 为什么我们要转 法是什么 法性在哪里 为什么每一个事物的自性 这个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情转法轮是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是从言语跟思维去推动的 这个行动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行动是可以 情转法轮可以推动出来 必须要有正有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理解才可以情转法轮 你不要乱请 你情转法轮 你请高僧大德 讲经说法 你请了一个邪师说法 你怎么办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所以情转法轮有两方面要注意的 请的人要注意 被请的人也要注意 两者都能够做到圆满 才可以成就情转法轮的功德 下一期我们就探讨怎么样 我们怎么去情转法轮 它建立在什么思维的基础里面分别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不正法 是怎么去情 为什么我们去情 情法的时候不是说有情说法 无情说法的吗 种种 零零种种 我们要讲的很多 我们今天暂时先解释情转法轮表面的意义 下一期我们就是要讨论 怎么是情法 情法要注意的有什么事情 如果是我们情法请的不对 那么就可能产生一点偏差 我们下一期再会